9月27日,张宇奇经纪人杨天真发微博,公布张宇奇与丈夫袁巴元已于今日嫌疑离婚。 微博并未交代具体缘由,只称私人事情,望外界不要窥私。 而就在张宇奇离婚前一天,有网报消息称,她和丈夫袁巴元于前几天因家庭所事发生过肢体冲突。 过程中,张宇奇持水果刀将丈夫被捕划伤,民警抵达遇所后并未发现迟到情况, 但也以家庭纠纷为由,将适事双方带回派出所调解。 其实在之前的两段感情中就可以看出张宇奇的火爆脾气。 张宇奇与王小飞在一起时,两人因琐事吵架的时候,曾试过在家里对仇耳光, 之后与王全安结婚后,狂揣王全安的车门,这次又倒侃员巴元。 网友纷纷表示,实名制佩服张宇奇了,社会物张姐,人喊话不多,张宇奇脾气很刚啊。 很佩服张宇奇这样不爱就离开的性格了,果然是我大狮子。 张宇奇是真的很刚,敢爱敢恨,说离婚就离婚。